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无限金币模式下的全满级建筑 居然打不过100级的超级联盟者啊 就是这个联盟宿舍的躺平游戏 刚刚更新出了无限金币模式 辉哥在粉丝群里听大家说 30关都过不去 这模式没人能过去 谁要是能过100关 我立马败师 那辉哥我一听这话 第一个站出来 老师不服 决定来挑战一下 那么挑战开始前呢 我们依旧是老规矩 只要点赞能过万 视频更新不会慢 另外这次的更新还出了一些地图皮肤 辉哥我选择这个 那么直接开始今天的挑战 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个开启无限金币的选项 每天限时三次 小伙伴们且晚且珍惜啊 开局选择一个技能进行躺平 在无限金币的模式下 我们花多少钱 左上角就会涨多少钱 所以这钱呀 是越花越多 简直是太爽了 辉哥钱包要是有这功能 该多好呀 这里教大家一个技巧 第一波的时候 先不要建设炮台 让他们先挠着点 因为我们把门升到满级之后 它也挠不动 所以趁这个时间赶紧造建筑 你的娘的真是个天才 搞定 接下来就可以造炮台了 还有狂升等级 在这次的更新之后 每五关就会出现一个超级联盟者 他还能随机破坏掉你的建筑 这就有点无语 你不服吗 开玩笑 我操拥了 但是我们也会获得随机的神秘道具 由于道具种类很多 这里就不一介绍了 小伙伴们可以亲自去体验体验 继续升级炮台 联盟者现在对我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尝你那个坐死的样子 现在简简单单的 就已经到了第14关 也不难呀 那些连30关都没过去的 是不是有点太菜了呀 嘿嘿 继续升级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100关 等等 这里有个技能是 真白狙 可以让时间加速三倍 持续40秒 我去 这炮台的攻击 快到连声音都没有了 简直离离圆上谱啊 太变态了 这种技能可以多来点 把联盟者打得屁股尿流 30关了 我们的阵容依旧很坚固 行了吧 慧哥 低调点吧 我刚才可是传到了90关呢 都没骄傲 你先超过我再说吧 嘿 才90关 你瞧好吧 这个模式拼的就是手速 建筑的等级快升满了 这一波下来 我的手都有点抽筋了 不是吧大哥 他又来拆炮台了 选择白狙技能 都去死 这个技能我愿称之为最强 打的联盟者知教娘 欺人太甚 第40关 通过攻打联盟者的血量来看 现在依旧是很轻松 很多人都说越往后越难 我倒要亲自体验一下 你猪鼻子擦大葱 装什么相啊你 乖 行 既然你不服 那咱们就走着瞧 看 这都快80关了 94级的联盟者 他依然是攻破不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排兵步阵哦 保大家轻松获得胜利 然而呢 现在的超级联盟者登场之后 至少会拆掉四台建筑 这就让我们绝不能松懈 随时有掉建筑的感觉 是很恐怖的 100级的超级联盟者登场了 这十几个一起挠门 我的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发慌了 过去 不使用时间暂停技能 这门的血量掉的也太快了吧 完了完了 20多个百级联盟者 看来要坚持不住了 小垃圾 这 行吧 他确实厉害 联盟者在升到100级之后 实力提升的太恐怖了 根本就抵挡不住 OK 那么辉哥在这个模式下 只坚持到了90关 小伙伴们也可以去试试哦 看看自己能闯到多少关 另外 别忘了动动你们的小手 给视频点个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